從第二列跑到第十列的話 那一樣 第一個請你在上面加一個for圍圈 那你可以拿這個來複製好了 就是for i 等於 2 到 10 這個一樣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是在尾巴記得加一個next 反正頭尾都要有頭又尾就對了 ok fornext 然後再來的話呢 把這三行的資料 把它按一個TAB鍵 ok 那接下來應該要改哪裡 各位應該可以猜得到吧 就是哪一列 所以基本上要改的地方的話 基本上就是這個第一個 Sales A3嘛 所以這邊要改成I 只要看到是3的地方 理論應該都要改吧 這個要改 ok 然後這個也要改 三個 四個吧 應該有四個地方 四個3 通通改成I 好 那改完之後的話呢 理論上 當然你直接執行 應該 就可以看到結果了 不過你會發現 當我一執行之後 會卡在一個地方 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那如果說 那如果說你要讓這個城市沒有BUG 很簡單 他這邊有個增錯對不對 請你按下增錯 他會告訴你說你的 城市哪一行有BUG OK 那所以哦 按增錯一下 我們看一下 那順便了解一下 將來如果 遇到城市有BUG的時候 要怎麼解BUG OK 特別注意哦 第一個 你可能要 慢慢學會一招 就是你把游標先放在哪裡 放在變數前面 你會發現變數會告訴你 他現在變數裡面得到的值是什麼 比如說A等於0 然後B等於多少 B也等於0 所以A跟B為什麼等於0 原因是因為什麼 你現在I等於2 I為什麼等於2的時候 A跟B等於0 因為A如果等於2的時候有沒有 趙大鵬有沒有刮虎 沒有刮虎 所以跟各位講哦 如果假設你用因水函數哦 如果你讓他去找A2的話 因為A2裡面沒有刮虎 所以如果沒有刮虎的狀況 Fy函數會得到錯誤訊息 可是因水裡面會得到什麼 得到0 0如果他假設 他返還的結果是0的話 那表示說呢 你這裡面沒有他要找的這個東西 會得到0 那如果得到0為什麼會出錯呢 因為如果你要MID的話 理論上要切割他嘛 那切割的話因為 這邊A加1等於 0加1等於1嘛 但是如果後面這個公式呢 0減掉0再減掉1 那變負1 如果負1的話 變我要是負一個字 負一個字當然對他來說 是什麼東西啊 長度哪有負的 沒有 所以問題就是出在這裡 但是這個地方要怎麼解決 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如果假設了裡面沒有刮虎 那理論上就不應該做切割的動作 所以這邊的話 可能要多學一個就是邏輯判斷 那這個邏輯判斷呢 如果在Excel函數是用IfA 可是在VBA裡面 你可以再加一個If的敘述 如果If 如果A怎麼樣 A裡面的值 當它什麼情況下才能做切割呢 就是它不等於 不等於的話是小於大於 不等於0的情況下 空一個然後才去做下面的事情 那理論上應該會這樣 就是如果你有If 有點像一個閘門 那你底下的話 就要加一個EndIf 讓這個邏輯判斷結束 也就是說一樣 有頭那就有尾 那這個閘門有點像是 你什麼情況下 要去做切割的動作 就是說當你有刮虎 如果沒有刮虎 你就跳過去 什麼事也沒發生 好所以我們將來 如果遇到程式有Bug 你可能就是利用這樣 去觀察一下那個 變數的結果有沒有 這樣可以看一下 這裡結果-1 錯在這裡 那假設我們已經修改完了 我希望讓程式重跑的話 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讓它停止 重新跑 或者是說 有一個我覺得VBA有一個不錯 的一個除錯的一個功能 就是你可以讓程式倒車 欸 程式要怎麼倒車 跟各位講 各位可以看到 右邊這邊有個黃色箭頭 你可以按住它不要放 那往上拖拉 跟它講說 你幫我往前推進一個 一行 也就是說你先到這個 這個閘門 先判斷一下 那因為A裡面是0 所以A是0的話 那你會發現A是不是不等於不等於0 或者是0的話實際上就是false 那這個結果的話 如果是false的話 那它就有點像一個閘門 就像你那個進那個捷運站一樣 你如果沒有刷優惡卡 你就進不去嘛 所以假設他沒有刷優惡卡 那他就只能跳過 所以你會發現 接下來 我是建議各位可以記一個那個主行 F8 F8的話就是 跑到下一行你會發現F8 你會發現 因為A等於0 它不是等於 它是不是這個不等於0呢 false 它是0 所以就跳過了 也就是他就不去做切割的動作 所以這個時候呢 程式就不會發生錯誤了 OK 那跳過了 好 那就下一個 下一個I的話 那就第三列了 第三列裡面 就是A3裡面有沒有刷優呢 應該有啦 所以你可以優標放在這邊看一下 他等於3 他等於9 有沒有 那他是不是不等於0 4喔 他不是不等於0 因為他裡面有A A裡面有3嘛 OK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呢 就跳到 你會發現他又可以進去了 那接下來他就把第三屆冠軍輸出了 我先把這個資料刪掉 因為剛剛有輸出 OK 那你可以看到他就把第三屆冠軍輸出到這邊來了 OK 那下一個 那我剛剛做的動作就按F8啦 主行 然後再來就是第四列 第四列有沒有刷優 應該有 所以A B看一下 A應該等於多少 等於3 對 這是第三個 那B等於多少 B等於8 那他A是不是不等於0 因為他有了 他有找到3 所以A等於3不等於0 沒錯 就進到裡面 然後呢 就幫我把這個首屆參賽 切割放進去 OK 那底下都一樣 所以我就不再按F8了 如果你將來想要讓他一直往下跑 記得喔 F8這個快速鍵 然後最後的話呢 你就直接再按這樣這個執行就可以了 他就全部跑了 OK 那清除 所以啦 剛剛的話 如果有發生程式的錯誤 記得按針錯 然後再去做修改 那這裡的話呢 記得建議 各位可以記一個那個F8的快速鍵 另外我剛剛有做了一個 讓程式往上跑的動作 那主要就是說 在VBA裡面的程式 加上一個If的邏輯判斷 用這個來取代IfAir 所以喔 在那個Excel裡面是IfAir 在VBA裡面是一個If 然後這邊是一個條件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可能要慢慢學會If 這個非常重要 將來如果需要做一些邏輯判斷的話 那在VBA裡面通常會在If後面做一個邏輯 然後呢 當這個邏輯為True的時候 做底下的事情 理論上會有一個結尾啦 當然如果你要階層的話 一般會把If跟EndIf中間下面 這一行按一個Tape鍵 讓它縮排 那意思就是說 當這個條件是True的時候 做 當它是False的時候 就不做 所以有可以 類似像那個IfAir的這個 這個判斷 那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程式部分的話 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那請各位把剛剛 三行改成回圈加邏輯 那這個也是今天最難的部分